可以看到机具正在进场施工 将道路的沥青铺设好之后 现在重新加热软化 工整的压花就出现在眼前 之后会再进行喷漆上色来保护铺面 这里是金铜老街的路面改善工程 虽然工程工序比较繁复 但完成后的效果令人期待 现在剩下金铜老街后段的部分 预计在今年4月底可以完工 那目前看到的在进行的工程 是做柏油沥青的压花工程 这个沥青铺设好之后 要现在重新加热 让柏油软化再进行压化的工作 脾气区公所表示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金铜老街 第二期的铺面改善工程 总共改善的长度大概是200公尺左右 金铜老街后段的部分 预计在今年4月底可以完工 早期在110年我们前半段已经做好 为了一致性然后让交通更安全 所以后半段今年3月初就开始 应该在4月底以前会完工 老人家走路还是说 那个自动机车应该都会比较安全 整个压花的工程完成之后 会再进行喷漆上色来保护这个铺面 也把这个地方的景观 可以跟这整个基础设施融为一体 那这样子可以让这个道路兼具实用性 跟这个观光的一个美观 也改善这个地方社区通行的一个交通品质 友善的一个交通环境 那达到人本环境的一个目标 当地理长就表示 平溪市人口老化地区 长者还有游客行的安全是非常重要 在110年老街前半段已经完成 今年3月初开始进行第二阶段 预计在4月底前会完工 让居民和游客通行更安全 介绍为平溪采访报道